新政府即将在520上台 但是蔡英文对两岸论述始终都没有松口 就是一贯的维持现状 但是陆方对这个答案可不满意 而且频频打压 就是要逼迫蔡英文对九二共事 一定要做出明确的表态 两岸关系也越趋紧张 就在马政府现任之前 华语新闻独家专访到了现任陆委会主委夏立言 谈到了未来两岸的情势 以及过去马政府和陆方的九二共事默契 新政府不愿意承袭 那么接下来应该如何接招呢 带你来看我们的报道 520后台湾即将进入第三次政党轮替 抢在马政府卸任前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也独家接受环宇新闻专访 谈到蔡英文的两岸论述 始终只敢提维持现状 夏立言不能苟同 这个现状的维持 第一个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这个因为是要双方要达到协议的 一个人都想维持现状 没有一个人想去挑衅 没有一个人想看到 这个很和平的现状被破坏掉 那问题是 马总统之所以能够跟这个中国大陆 在过去七八年的时间里面 能够达到目前这样一个和平繁荣的现状 是有他一定的政治基础 也就是我们讲的九二共事一中各表 那现在没有这样一个手段 你怎么样能够维持现状 夏立言讲得明白 新政府想要维持现状 又不能靠拢所谓的九二共事 天平两头实在难取舍 但蔡英文五二零都还没上任 陆方施压平平 两岸烽火早就波涛汹涌 势必是新政府躲不开 也必须要面对的结 九二共事就对不了 不管你喜不喜爱 他的确是对两岸能够开始进行互动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对于未来的政府 是不是他们表示不太愿意接受 九二共事一中各表这样的说法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另外一套的 理论的铺陈 我们尊重 我们从来不认为九二共事一中各表 是唯一的一个解决两岸 对话的基础的一个答案 也许有别的答案 我们非常期盼新的政府 能够在九二共识一中个表以外 找到一个新的论述 强调九二共识并非两岸的标准答案 但不得不承认 陆方对台湾关系影响甚至 尤其又是我方出口的最大经济体 还躺在立院的福茂货帽 依旧没动静 新政府对于福茂的立场也是 要等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通过之后 再根据监督条例来审查 我们只担心说 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在等我们 别的国家跟大陆 该谈的该签的都已经签了 如果我们再继续延宕下去 我想对台湾的经济 不会有任何帮助 只会伤害 夏立言忧心忡忡 认为政治不该绑架经济 但两岸牵涉敏感主权问题 纠葛始终难解 这好似非必然写上 九二共识答案的考卷 在蔡英文新政府上任后 如何重新论述 让双方都能满意 得高分 众所关注 欢迎新闻赖尾凡 谭英伦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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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